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台南文化中心最后一场的演出票房满座 观众前来吸引了第一次前来体验神韵魅力的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副校长翁家瑞 他表示晚会绝对是国际水准而且非常震撼人心绝对是指挥票价 一个非常好不管在任何年代里面我们都应该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好的文化跟好的这个信念把它传递下去 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生活服务陈业系教授翁家瑞博士 很早就耳闻神韵大名今年终于忧愿以偿带家人一起来看神韵 这样子的一个晚会跟舞蹈是非常够国际水准而且是非常震撼人心的 那我今天第一次算是来初体验了 不过体验之后我真的也发现连我的家人都觉得这里面不管是这种音乐的演奏 不管是舞马的编排不管每一位舞者这样子的一个表达的方式 其实都让我们觉得说它其实是指挥票价物超所值的 身为教育工作者翁家瑞说神韵演出非常有教育启发性 在节目中融合多元的艺术元素传达善的内涵 向善的那种信念那我觉得既有舞者的表达跟这种音乐的震撼 真正可以感受得到这种编舞的人跟这个活动想带给我们的一种感觉 看完神韵演出后翁家瑞期许自己 要将这善的信念继续在社会与学校做贡献传递下去 新唐人亚害电视林美华陈奇文台湾台南报道 新唐人亚害电视林美华陈奇文台湾台南报道